好,我们现在就趁这个还在 我们讲这个电动式啊 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来看 另外一种动身电动式就是叫做 另外一种电动式叫做动身电动式 就是说导线 导线在磁场里面运动 或者你们的书上叫做切割磁力线 导线切割磁力线的时候啊 会产生磁会产生电动式 我们就写这个好了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 我们图画在这里好了 假如这里有一根导线 这是一根导线哦 它摆在磁场里面 这个磁场呢 我们就令它是这个方向好了 好,那么我们把导线 拉向这一边 以V的速度拉向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发现导线上面有电动式 好 那这个不就等于切割磁力线吗 对不对 磁力线这样子 我导线这么过去把它割开 割断 这个时候会有电动式 为什么会有电动式呢 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导线里头有带电的指点 对不对 本来一般的导线 同音筋之类 这个叫做Ohms Conductor 它是负电荷在导电 它是由这个电子导电 不过我们现在用正电荷来做模型 假如它是正电荷导电 OK Q 好 你导线往这边走的时候 不是把这个正电荷一起往这边拉吗 有一个V呢 好 带电体 在磁场里面以V运动的时候 会受一个什么力啊 磁力 对不对 磁力 Magnetic Force 好 这个磁力就是这个方向 F 好 我们知道F等于什么 Cube V cross B V cross B 我上一次有跟各位讲过没有 V cross B 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什么 Equivalent Electric Field 可以当做是一个等效电场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QE 那这边的EN呢 就等于V cross B 我们说过 这个电场 不是在这个电荷的周围产生 不是 电荷在哪里 哪里就有这个电场 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地方啊 当做有一个EN Q往这边跑的时候 这个方向有一个EN 飞宝 它叫做飞进电场 那我们在以前 讲电动式的时候 不是介绍过 电动式吗 电动式等于什么 EN DOT 我算是用DS 还是用DL 那么DS好了 从低电位到高电位 低电位到高电位 所以你把正体的推到这边 这边就是负的 因此这个是一个低电位 这边是高电位 它从B到A 好 那我们 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导线上面呢 有电动式 是这个样子的 电动式 那么它的方向啊 当然我们取DS 也是跟它方向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电动式的方向 是跟这个一样 是跟这个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讲这个 电动式在断路的时候 这就是断路啊 它没有接通啊 所以最后正电荷集中在这里 一堆正电荷在这里 一堆负电荷在这里 这两端的端电压 就是电动式 就是电动式 好 这是动身电动式 我们现在把这个题目 用动身电动式来做 OK 用动身电动式来做 好 我们另外的方法来解 就是动身电动式 那我们怎么写法呢 我们先用这样子写 emf等于en.ds 从b到a 这是我们以前讲电动式的时候 电动式的式子 那你要解这个式子 你要求en呢 en等于什么 我们接着就说en 这个时候是等于v crossb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v跟b垂直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y的方向 v乘b 好 我们在这里 设一个 y 你图要画 图但是我们 可以一样一样添上去 我要x轴我就添x轴 我要y轴我就添y轴 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 我什么都要知道 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 有什么东西发生 你怎么知道有什么量 好 这个是 这个 好 我们现在取 要取这个了 d s 方向 它也是y的方向 dy dx是位移了 它在迪卡尔坐标 可以是什么x方向的dx 加y方向的dy 加z方向的dz 这三个向量和 现在只有这一个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入一式 把这两项 带入 equation1 我们就得 电动式 是等于 是等于这个 dx这个 方向一样 所以它就变成 vb d乘 dx dy y y从哪里呢 从0到w 0到w 你在这里最好把e画出来 en是这个方向 另外画一个图了 不要用这个图了 我在黑板上因为它还在 我就用这个图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图里面 你就先不要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里面的 法拉第定律里面的 这个是en 这个是en 好 那么 dy在这里 或者你写ds也可以 这个提分 v 常数 b是常数 那么 v跟b 提出来 它就等于 v b dy from 0 to w 那这个结果 就是v b w 这个结果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啊 一样啊 大小一样啊 但是它没有负号哦 它没有负号哦 为什么法拉第有个负号啊 因为这个情况算出来在法拉第定律里面叫做 emf 是negative sense 它告诉你emf是逆时针方向 现在这个告诉你emf是什么方向啊 我们说 这个时候emf跟en同方向 所以它的emf啊 就产生在这里 这里都没有 我们当初是怎么画 是这样子画 就这个回路的总电动式是这个 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个回路 我把电动式做摆在这里 只有它有 这里没有 但是这个回路的电动式还是算这个啊 所以这个是 动身电动式的方法解出来 那么从这两种方法里面我们就看出来 它真正的电动式啊 应该是由这个产生 对不对 因为只在这里有 这里都没有嘛 你法拉第定律不知道嘛 只知道说这个地方有电动式嘛 严格说起来呢 这个式子是怎么样 磁场没有改变 这导线在运动 所以是动身电动式 所以以后我们在求电动式的时候啊 你要分辨 我什么时候用法拉第定律 什么时候用动身电动式 你就看看 它是磁场有没有改变 磁场有改变 导体没有运动 这个时候的电动式就是由法拉第定律 来求 如果说磁场都没有变化 只有导线在运动 那就是动身电动式 如果两个都有的话 磁场又在变动 导线又在移动 两种都要考虑进去 现在我们继续看它这个结果 电动式 那你说 可以产生电动式啊 那我不是就可以 让这个想办法 让这个滑动的时候啊 没有摩擦 我只要把它运动到V的速度 一放手啊 它没有阻力了 永远以V的速度运动 那么这个电动式不就源源不断吗 那就是你不需要花本钱就有电动式吗 其实不然 这个电动式 电动式其实它就是对单位振电荷所做的功 它在做功 你知道吗 你一个物体怎么会做功呢 你一段导线怎么会做功呢 必须要有能量给你 你才会做功啊 那现在我们就看 它这个电动式 它这个电动式 我们不是说 它是靠V来的吗 有V才有电动式啊 那你这个V可不可能永远存在呢 除非我的手 一直在拉它 我的手 比如说我把它拉到 速度为V的时候 一放手 这个速度就慢慢减下来 不会是V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假定 这整个回路的电阻 是R VR 那么回路上就会有个电流 折 电流I 我们用串联电路的 Circuit equation 它就是EMF over R 那么它大小就是V BW over R 你现在我们现在用动神电动式 只用大小 如果你这个是用法拉第电流 负VB over W啊 那电流不就有个负号吗 对不对 好 这个负号也是电流的方向 也表示这个电流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OK 也可以这么说 好 电流等于这个 那我们把电流画出来啊 好 它的电流 就是这 I的方向 好 现在这个导线有电流 这段导线又有电流 又在磁场里面 所以它会不会受力啊 带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里面会受磁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说 滑动导线 磁力 喂 我们写FB好了 I L Cross B L的方向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 那L其实就是W L L是这个方向 B是这个方向 Cross就朝这一边 负X 我们说等于负的 I W B 因为L的大小等于W 我们不要 写负的可以 我们这里加一个X X方向 往这一边 所以这个导线在跑的时候啊 有个磁力往这一边 所以你这个外力啊 不去拉它的时候啊 它就会紧受这个力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小 速度越来越小 知道吧 你如果要它一直运动的话 你要保持那个外力 外力要保持的跟它一样 所以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啊 你可以应用大自然 我可以把这个能量 想办法转变成为那个能量 可以转变 但是你不能做没有本钱的生意 你不能说我做一个机器 它就自己会动了 不可能 不可能 OK 好 这是举的一个例子了 那现在我们就 再看一看 我刚刚说过 我们现在电动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法拉第定律 一个是导线 在磁场里面运动 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 我们以后做题目就要分辨 到底是要用哪一个定律来求EMF 我再举一个例子 OK 这里有个导线 线圈 长方形 一边是A长 一边是B长 这里有个无线长的直导线 上面有电流 如果这个电流是长速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线圈里面没有电动式 如果电流会变化的话呢 那么就有电动式 我们现在如果假设 如果I 它等于I T 它是时间的函数 是时间的函数 我们现在要求回路中的电动式 好 那怎么求 我们就看了 求电动式 我们有法拉底定律 有动身电动式 那么这个题目里头 你先考虑 电线有没有在运动 有没有在动 长指导线也没有动 长方形的线圈也没有动 所以它不可能是动身电动式 好 那么它的磁场呢 磁场完全是由电流产生 无线长的电流会在它的周围产生磁场 对不对 那么这个电流随时间改变 所以磁场这时间变化咯 所以可以用法拉底定律 我们决定用法拉底定律 以后呢 你就把法拉底定律写出来 EMF 要等于负的 D phi over dt 好 Magnetic flux 等于什么东西 Magnetic flux 我刚刚写过 它是B dot dA 那这个当中的磁场是什么呀 磁场我们可以由法拉底定律也可以 由B dot savalor也可以 我们知道这个磁场是等于 我说这个可以当公司用 无线长的直导线 在距离它X远之处 我们选一个地方 选一个地方 它的磁场 我们选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 选一个 X D X D X是小的不得了 这个等于是一条直线一样 这个当中因为这个电流 它会产生磁场 这样子的 好 那么 这个斜线部分代表这个地方的D A 这个是磁场 那我们先求磁场 或者你可以说 我们由 安培尔斯隆 得 这个时候的磁场 它是进入黑白面的 我们把这个当做 Z 轴 这个方向我们说过就是 φ 的方向 2 π X μ 0 i 它是时间的函数 时间的函数 好 我们现在取DA DA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这是DA 好 我们取DA 我们也取得跟它同方向 它的大小就等于什么 B x dx 这一段 长成这个宽度 OK 好 那么把这两个 带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就得 所以我们就得 B dot d l 不是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 DA 不是这个 DA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 方向都一样 那就是 2 π x 2π 我们把这个 跟 x 无关的 都提出来 μ 0 B I T 分母是 2π 好 这就变成 x 分之 dx 它x从哪里到哪里呢 x是从这里到这里 好 我们假设 这一段长是 c 它就是从c 到c 加da from c 到c 加da 那于是 这个就变成 2π μ 0 B I T 成像natural logarithm 不是c加da c加a 我写错了 c加a c加a over c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magnetic flux 我们就写这个 φ 就等于这个 这两个 带入 第几次 第二次 得这个 好 得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把它带入第一次 就得法拉第定律里面的emf 第一次 我们就得emf 要等于负的 define over dt define over dt 我们就把 常数向先写 over c 好 那么 b只对t来 我一分 如果你这个i是 随 t的增加 而增加 电流越来越大 这个是正的 那 这是负的 emf是负的 negative things 这个是posi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是这样子 如果电流随时间减小 那个是负的 di over dt 就是负的 负乘负 等于正 这个时候电动式就是怎么样 顺时针方向 ok 记得吗 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写啊 若 di over dt 大于0 这 emf 是负的 若 dit over dt 小于0 负负得正 则 EMf emf 是 顺时针方向 而 题目 你怎么判断 ok 要用哪一个 定律 好 我们 再看一个 试质 再看一个例题 假如我们有一个金属做的圆盘 它是这样子的 它这么厚的一个圆盘 金属圆盘 它的半径是大R 它的轴在这里 这是它的轴 它可以绕着这个轴 以Omega的速度再旋转 两个支点 把这个轴支住 然后这个圆盘在磁场里面 这个磁场跟这个轴同方向 磁场是这个方向 不止这里 这里通通都有 磁场是这个方向 于是这个圆盘上面就会有电动式 电动式 我们现在假定这里我们用一条导线 接一个电阻 这个地方再用一根刷子 跟圆盘接触 接到这里来 这个resistance 那我们现在要求 这一条路 这就构成一个回路 构成一个回路 求这个回路的电动式 求回路的电动式 求回路的电动式 怎么求啊 你先看它为什么会产生电动式啊 我们先看看它为什么会产生电动式啊 什么理由啊 我们说产生电动式有两种 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磁通 一个回路中的磁通有改变 那么会产生电动式 一个是有导体在切割磁力线 导体在磁力线里面运动 在磁场中运动 会产生电动式 这个是什么 磁通 会不会改变 就看磁场啊 磁场是常数啊 B等于常数 我们说这个B呢 常数 所以它绝对不是由法拉第定律产生了 而这里有一个金属的圆盘 这里也是金属 这个轴也是金属做的 那么 圆盘在转 所以有金属导体在磁场里面运动 所以它用我们要用动声电动式来做 用动声电动式 所以你第一步就把我们所要的这个式子 写出来 BS 从B到A 好 那么 我们看到 这个圆盘可以分成好多好多个 这种 条状的 长条 跟这里相连的是这个 那么就是这根长条呢 在歌词里线 我们要算的就是算这一段 好 那么 一恩等于什么 一恩就是在这个上面的 一恩就是在这个上面的 S远之处 我们取一段长度是 D S 这一段D S 这一段导线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一段导线上面 它的速度 切线速度不是大家都一样 R越大 R越大 这个S越大 速度就越大 那么它现在的速度 是这个速度 跟这个垂直的 跟这个垂直的 OK 这个是它的速度 B场是朝这一边 B场朝这一边 这两个是垂直的 这是B 好像说我这个圆盘 这样子转 OK 好 这个导线在这里 好 导线在这里 V是朝跟这个垂直 V cross B 好 朝 这里 所以它的En 是这一段 En如果是这一段的话 它是从B到A 所以这个就是低电位 这一段就是高电位 好 那么因为V跟B是垂直 V跟B垂直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写 这是En的方向 好 我们可以写成V cross B V cross B 它的方向呢 V cross B R的方向 我们写大R 好 好 DS 我们现在取 DS 也是取在这里 取DS 取在这里 就是DS DS 方向是朝这个方向 好 那么它的方向 那么它的方向也是向外 所以它也是等于R乘上DS 好 把这个 跟这个式子 这个先不要刷2好了 我们通通通 我们通通这个 代入 第一是 好 En cross DS R R dot R dot R等于E 所以它就等于 E就等于 V B B B乘上 DS S呢 从0到R B是 定值 但是V不是定值哦 V等于什么 R omega Omega 把这个都先放在里头好了 它是等于R S omega 这段长是S嘛 S omega 乘上DS 然后B长 0到R 我们可以把长数提出来 B提出来 Omega提出来 S乘DS 从0到R 那这个结果就是等于 二分之一 B omega 乘上R平方 EMF EMF是 positive 不是 我们现在是用 是用这个 动声电动式 所以它跟E的方向一样 电动式是这样子来 电动式 电动式是这样子 OK 在这里头 在这里 电动式是这样子来 1N的方向一样 所以这个是 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我们要用的是 动声电动式 所以以后你做题目 要分别 到底它是哪一种电动式 用哪一种方法来求 我们应该让这些点子来应该 拿一种东西 我说 两个人 我们下期再见